天地爱其所生所化之人物 特生圣天子 以主宰之 养育之 特生三教大圣人 以明其造化之理 尽其教化之法 善其万万世运 惠之契机 三教圣人 都讲的是天人合一 人的真本质 就是每个人的灵魂 都是一个旋转的太极 都是道父得母所生 有没有人的灵魂 西游记金丹揭秘 主讲人韩金音 1961年生于北京 198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 中国文化报记者 团结出版社编神 作家 画家 单道家 代表作生命禅 一经中的生命密码 内在小孩 解道德经 孙悟空出世 道德艺术等 精通易道 传授金丹课程的灵魂工程师 创办道德经艺术馆 用油画揭示长生奥秘 描绘人体的新天世界 第五十六讲 有心之假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西游记 金丹经历第五十六集 有心之假 一体解 心体本需 心贵无心 有心即放荡 即是贼 心移动 会是先天的性婚命扬 第一题典 第五十六回的题目是 神狂诸草寇 到内放心园 神狂讲的是孙悟空 发狂 跟那几个草寇 这个还在那叫声 那几个草寇揍他 揍得他不疼不痒 但是他觉得你们都够了吗 我也还一下吧 他那个金丹棒一还 一片就打死了 是假的说 神狂 媚草寇 假的就是这个 假的就是这个 这个 孙悟空 盗媚放心园 这一看到孙悟空杀人了 也不管是为什么杀了 这个唐僧呢 就非得把孙悟空赶走 那么这一集 到后边的两集 一共三集 再讲这个 如何修性 修这个心性 这个把孙悟空赶走了 真的走了 假的就来 就不知真假 结果就来了假孙悟空 就来了六尔弥猴 到后来呢 就讲这个 六尔弥猴 和孙悟空比较 真假孙悟空 这个比较 比较的就是 阴神的神通 和圣神的神通 他们的区别 这小说一开始呢 有一首诗 灵台无物 未知清 祭祭全无一念生 圆满牢收 修放荡 精神谨慎 莫真容 这讲人的心 它是个虚的 所以最贵的是无心 如果有心 抱着这样的心 那样的心 就是放荡 就是贼 所以人的心一动 后天的心一动 先天的 就叫性昏命遥 人的真气就没有了 人的本性 那个原神 那个神就昏了 就不知道 真假 不知道东南西北 所以呢 就要 修放荡 要谨慎 这心一来自哪儿呢 就来自于这个六 这个六贼 叫除六贼 物三秤 万元都把字分明 色血涌灭超真界 坐享西方极乐城 要除掉这个六根 这个六尔弥猴 就是六根 六事 就是这六贼 因为有了这个心意 人的本性 原神 就被遮盖 如果人的心意 能够定 就会幸福命全 如果心意是定的 人的本性 就恢复 人的本性里头 就带着先天的真气 所以叫幸福而命全 那么本性的恢复 本性能量的 这个 这个壮大 他全看你的心 他本来是好好的 就是你的心遮盖的程度 你的遮盖 多打开一点 他就多显露一点 所以叫心死 幸彻 你的后天的心 完全管住了 你的本性 就完全的恢复 就是完全的这种遮盖 就拿开 所以叫 心死则幸彻 幸彻则命定 人的这个命和性 很大的原因 就是这个 后天的心意的干涉 没有了这个干涉 人的性命就合一 这个金丹 这个生命本来之光 就可以恢复 所以说 修心性的一个关键 就在于 心死 人的心意 能够不乱启动 不胡思乱想 一个人如果能够达到旺的境界 这就是一个心死的一个验证 说这个人的心 心意是不是管好了 他有一种自然的一种旺的状态 这就是这个心修好了的一个标志 就叫旺鸡 二 心狂苦陷 一马遭尽 本性 真主人失守 就会 贼重 柴身 第二 心狂苦陷 这个心就跪于无心 跟着能量 感受能量 无心的时候 持续上是人和天地在一起 最怕的是有心 这一有心就会脱节能量 那这一节这个 心狂苦陷 就讲了 从唐僧开始 然后这师储几个 都发起狂来了 都变得非常的不对劲 这个 唐僧又在担心 孙悟空说 师父放心 我等归命投诚 怕神要败 长老文言盛起 家鞭催俊马 放汗 船蛟龙 须于上了山来 这讲这几个人在走 唐僧一个人骑着马 忽然的这个 听到一个话就慎起 其实哪有 那么高兴呢 其实讲的就是心之放弹 这一瞬起 就洗的就过头 就吹这个马 一下他自己就飞出去了 就跑出去了 这就比喻他的心之放弹 这先是这个唐僧在那放弹 这个就比喻说这个哈 心意一放弹 一马脱江 本性就受伤 用他 骑马 放纵这个 这个江城 游着这个马这么狂奔 来比喻他的心 他的心在 在这个啊 就是叫 非常的狂 他这一狂呢 这几个人都狂 就讲说哈 然后这个 说是这个 猪八戒卖弄精神 叫沙河上 挑着担子 他双手举爬 上前赶马 那么更不拒他 凭着呆子 啊 搭塌塌的赶 只是 缓刑不紧 也就是说 猪八戒本来是挑担子的 啊 他把担子放下 他拿着耙子赶马 这不就疯了吗 这赶马 你为什么要赶马呢 这马好好的走 这 你是挑担子 你赶马干什么呢 那本来这个 唐僧就 就疯了一段 就就让那个马 就窜出去了 这好吗 刚刚停下来 这个猪八戒又又发疯 又在赶着这个马 然后行者说 兄弟 你赶他伞地 让他慢慢走吧 八戒道 天色将来 天色将来 自上山行了这一日 度里饿了 大街 走动先 寻个人家 化斋去 行者文言道 既如此 等我叫他 快走 这孙悟空呢 这都干什么呀 那行 你要想快 我帮你吧 赶这个马 这马不走 然后 孙悟空拿棒子一晃 那马溜了江 如飞似箭 顺平路往前去 这一走 走了二十里才停下来 这讲的就是说 这三个人 从师父到徒弟 都是一马造进 如果人的一马 人的心一狂起来 人的本性 就会受伤 就会 贼重 柴生 就会 马上就有 灾难就会来 这讲的就是 人的这个 一马 不能狂 要一直的 很谨慎 不能因为前面有了 什么样的成绩 后边就要 放松了 就放松了 那就更不行 越到 能量高的时候 越要谨慎 一丝一毫的都不能放松 这马呢 就穿出去了 他们几个人在后边慢慢走 师父一个人 穿出去了 正走出 呼听的 一棒楼声 路两边闪出 三十多个人 一个个 枪刀混棒 拦住 路口道 和尚哪里走 唬着个 唐僧 赞兢兢 坐不稳 跌下马来 蹲在路旁草棵里 只叫大王饶命 大王饶命 那围头的两个大汉 道 不打你 只是有盘缠流下 这个讲说 用这个马的失控 唐僧遇到贼 讲的就是 一马 妄想 这个妄动 对于修大来说 人的无心 和天地的能量在一起 这妄心一起 就脱离了能量 就回入到一个 人心的一个 后天的状态 这个就是一个 二心的状态 就不是那个 那个道心 这个 两个贼 比喻的就是人的 这个后天的这个二心 贼截住了去路 比喻的就是 你只要起了人心 你回到 后天的 这个人心这个状态 就叫截住 去路 打劫法财 也就是说 你一离开了这个 本性 你就离开了能量 你就投入到了 这个阴气 因为后天这个妄议 它是阴气 然后就在形容这个贼 什么样子呢 青脸 刘牙 七太岁 什么这个 并边红发 如飘火 这就比喻的 这个贼 比喻的就是后天 意识心的造火 这讲的说 你这人心一动 这个心一 一狂放 造火就起 贼就来 就落入到这个 贼的手里 三藏见他这般的 凶恶指着走起来 和掌当凶道 大王 贫僧是东府唐王 拆往西天取经者 自别了长安 年生日久 就有些盘缠也使劲了 出家人专语 起话为由 哪得个彩底 万望大王 方便方便 让贫僧过去吧 那两个 贼帅 帅众向前道 我们在这里 起一片虎心 截住药物 专要些踩紧 什么方便不方便 你果无踩紧 快早脱下衣服 留下白马 放过去 这个贼直接就说 我们在这起的是一片虎心 这讲的就是 人心一起 就是虎心 就是这个 就是凶险 三藏道 阿弥陀佛 贫僧这件衣服 是东家画布 西家画针 零零碎碎 画来的 你若拨去 可不害杀我也 只是这事里做的好汉 那事里变畜生了 那贼一听这个话呢 上前就拿 这讲说 唐僧呢 他是 动了这个人心 这个人心 这个妄议呢 他是一个假的 他不知道当下的 真实 修道的这个真心 他讲的是你这个心 和客观这个能量 他是一起的 所以他叫 如意金箍棒 他叫如意真仙 讲的就是你人的心和能量 他是一起的 他是一个互动的关系 假如 你动了后天意识心 你就脱离了大道的能量 所以呢 你说话就 错误百出 你说他 做的好汉 那事就变畜生 也说你这一事 你不能做这个事 你这好冲了个好汉 你下辈子 就是畜生了 你这个话是 劝人为善 但是你这个 不当机 你就因为这一句话 就可能让贼就把你杀了 这说明他什么呢 说明他 动的是 后天意识心 是脱离能量的 他的神是昏的 他不知道当下 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当下 需要做什么 只是一味的 从一个概念出发 从一个将死的 出发 也就是说 他动了后天意识心 他神就是昏的 他的神就像一个死人一样 他反应是错误 你看的是一个活人在说话 可他的神是个死的 他的神是个僵尸 他反应的当下情况 他完全是驴神工队打嘴的 这就讲了很多的 修道的人就是这样 他说 要学佛 但是他学了半天 他那个神 就是个死的 这个当下是个什么事情 他完全是不知道的 这就讲说 局着这个 人心 妄意 这就是脱离开这个鲜活的 这个现实 他就是假的 就用这个 这个 这个 唐三藏在这说这个 好像是好话 其实就是昏话 就在比喻 就在批判这种 这个 假托假道 然后这个 就挨打 他挨打的时候呢 心中暗想到 可怜你只说你的棍子 还不知我徒弟的棍子呢 那贼 哪容分说 举着吧 没头没脸的打来 长老一生不会说谎 遇着这极难处 没带河 指着大高 望一道 二位大王 且莫动手 我有小徒弟 在后面就道 他身上有几两银子 拔于你吧 那贼道 这和尚也吃不得亏 且捆起来 众楼落 一骑下手 把一条绳捆了 高高 吊在树上 这讲述说 他这个撒谎 他这个撒谎呢 暂时的 这个 缓解了这个畏惧 没有因此就 就把他这个 说这个 惹那个贼的话 让贼再去杀了 也就是说他呢 稍稍进步一点 他已经知道 不能再那么傻了 再那么执着一个死概念 他也得 也得源通一点 不然的话 这个命就没了 但是呢 他的这个 唐僧的问题是 他是一个后天意识心 他不是那个 真心 他和能量是脱节的 用这样的一个后天意识心 修道的话 就如同 隔腾 铲舌 就现在叫扯隔腾 就在那 扯那些没用的 神捆高调 虚弦不实 这贼把他给 搁到树上 给他捆起来 这比喻的是说 如果你用一个 人心修道的话 就是这样 就是 脚跟不实 就是假的 实际上是在 比喻这个唐僧 就是没有 没有这个 真心 没有真能量 比喻就是这个 执心回头 执心妄意 损得气道 大幅度退步 就是走回头路 第三 执心回头 再说 修道 就是空定的这个心 这个心和能量 一体的运作 如果执心 执了一个人心 执了一个妄意 就是走回头路 修道 修道是你这个心的空定 每一天 每一分钟 只要空定 就是修道 你一直夺这个人心 你就是走回头路 所以这个 等一会儿他就 他就会走回头路了 这个讲这个唐僧 却说三个 撞货金 随后赶来 八戒哈哈大笑道 师父去得好快 不知在哪里等我们呢 所以三个人闯了货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马 赶得这个 飞出去了 结果就 就没有人保护 就落到贼手里了 然后 这个 宋公就觉得不对 说这个师父 怎么 怎么掉在树上了 他就赶快 赶快去了 行者摇身一变 变作着干干净净的 小和尚 穿一领 姿衣 年纪只有 二八 肩上背一个 蓝布包袱 拽开布 来到前面 叫到师父 这是怎么说话 这都是些什么歹人 三藏道 徒弟啊 还不救我一救 不然把这马匹 送给他吧 这个马是 是龙马 这是 取经的角力 他居然说 把这个马送给贼 这讲的就是说 人如果 职于 后天的心意 他就会 软弱无力 就会 胆小怕事 所以他讲的说 把取经的工具 都送给贼 这就讲的 他脱离了本性能量之后 他的这个 软弱昏庸 行者文言孝道 师父不济 天下也有和尚 似你这样 皮松的雀脑 就说 咱们就这么怕了 皮松 就这么经不得呢 经不得哪呢 唐太宗 差领往西天见佛 谁叫你把这龙马送人 然后呢 这个唐僧就跟他说 说那我都跟他说了 说那个 我这儿没有钱 我这个徒弟那儿有钱 等我徒弟来了 再说吧 然后 行者道 好好好 城里抬举 正是这样供 若肯一个月 供七八十遭 老孙月有买卖 他这个唐僧 这个心慌意乱 表现出来的软弱 自私恐惧 狡诈 这展示的就是人心 讲的就是你 脱离开了本性以后 你就会 这个 是这种人心的状态 这种人心的状态 他怎么能取经呢 也就展示说 如果你抱着人心修道 那是不成的 这个人心就是这样 软弱自私恐惧奸诈 人心就是这个东西 这东西对本性在 在遮盖 这怎么能行呢 所以他就通过 这个唐僧这种莫名其妙的换 这种心理状态 讲的就是 如果你 不知道修道是什么 你抱着人心修道 那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局面 那火贼 见行者 与他师父讲话 然后就围过来说 说你这里有关 这个行者放下包袱到 列位展观 不要让盘缠有些 再次包袱不多 只有马鸡精二支定 粉面银二三支定 粉碎的未曾建树 这宋空呢 也是在撒谎 因为他们一点钱都没有 但是呢 他虽然是机心 虽然是撒谎 可是呢 他正好就解决了当下的问题 所以他就是当机 当机就是脱困 他们就是要捡 所以先把他们稳住 先把这个师父救了再说 所以这就叫当机 也就是说 孙悟空也撒谎 这个唐僧也撒谎 但是呢 孙悟空是原神 他能够看得出来 当时那个局面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救出来师父 所以呢 他就是 看这个能量 看这个磁场 看这个天意 就是这个自然能量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要对这个局面 有一个非常准确的反应 这就是原神道心 孙悟空说 钥匙就连包拿去 切莫打我师父 指望放下我师父来 我就一并奉承 那会贼文言 都甚欢喜道 这老和尚吝啬 这小和尚倒还慷慨 叫放下来 那长老得了性命 跳上马 顾得行者 操着鞭 一路跑回 一直跑回旧路 这讲 描述这个唐僧 这个样子 就是说 他完全顾他自己 人家这个宋空救了他 现在义军 贼围着 他不管宋空的什么 他先逃命 而且呢 该往前走呢 他走了回头路 这就比如说 你在修道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除六贼 不能放下人的心 心意 叫执心妄意 损得气道 就是大踏步的退步 就是走回头路 所以说 对于修道来说 如果抱着人心 抱着这么多的垃圾 只要你 不醒悟 抱着这些心在走 就是 损得气道 就是大踏步的 倒退 走回头路 所以说修道 就是修心 你把这心修干净了 就是在往前走 这个心 抱着一堆的垃圾 垃圾 不管你修到哪一步了 你就是在走回头路 就是大踏步的 这个啊 退步 这假的 修道就是 一个空净的 一个无心 抱着这些有心 就是退步 所以整个修道 就是这个心 时刻谨慎的 来反思这个心 是个什么心 只要是这个乱七八糟的 这个污浊的人心 那就不是修道 就是走回头路 已经有的那点成果 就会 就会遭殃 这书描写 这个孙悟空呢 掏出来 耳中摸一摸 拔出一个绣花针道 列位 我出家人 果然不曾带的盘彩 举这个针送你吧 那得到 晦气呀 把一个富贵和尚放了 却拿住这个穷秃驴 你好到会做财吗 我要做神 我要做真 我要真做神的 行者 听说不要 就粘在手中 晃了一晃 变成碗来粗细的一条棍子 那贼上前来 又打了五六十下 然后这个贼就说 这个孙悟空 没想到你这小河上 还会玩法术呢 会把一个小枝变成一个大的棍子 正在说呢 然后他们就上来打了 打了五六十下 行者说 你也打得手困了 且让老孙打一棒 却修当真 这送空了一动手 这个棍子一动就死了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就说 说这 这秃死老大 无礼 盘缠没有 转伤我一个人 行者向导 且消停 且消停 带我一个个打来 一发 叫你断根了 当的又一棍 把第二个又打死了 虎的重楼落 撇枪气棍 四路逃 逃生而走 这讲的说 这个二贼 比喻的就是二心 孙悟空这个先天一气 晃一晃 就把这个 这个假的这个二心 就给灭了 比喻的是这个 但是呢 从这个 这个什么来说 就是 孙悟空呢 他也是站在了这个 人心 就说 你们打我 那都打累了 好 你们打不来 我打你一下吧 他好像是 一种跟着这个 贼在 打赌 在这个 在较劲 好像他也有道理 好 你们打我 你们都打了我 那么多下 我打你一下吧 所以这也是 孙悟空的不对 他就不该有这个 计较的心 因为 那个 后天的那个 小草寇 他和这个 齐天 这个 这个本事 那是不应该比较 不应该较量了 所以这个 就是他这个 孙悟空的这个 表示他这个 神狂 荡的又一棍子 他这小说 用一个荡的 讲的就是 他的 心意放大 心意放大 神就狂 所以他这个 做事情 他就没有分寸了 他就 他就过分了 即使把他们 架走了就可以了 四 五行错乱 积心一生 五行错乱 四相不合 大道以魅 第四五行错乱 却说唐僧骑着马 往东正好 八戒沙僧拦住道 师父往哪里去 错着路了 长老 都马道 徒弟呀 趁早去 问你师兄说 叫他混下留情 梦要打杀那些强盗 然后这个 主管界就去了 去了一看已经打死了 回来跟他说 八戒道 打也打得直了脚 又会往哪里去走呢 这个主管界就说 哎呀 散火了 三戒道 你怎么说散火 八戒道 打杀了 不是散火 是神的 三戒道问 打得怎么样 八戒道 头上打了两个大窟窿 三戒道 解开包 取几蚊 趁钱 赶快去哪里 讨两个膏药 与他两个贴贴 八戒笑道 师父好为正经 膏药只好贴得活人的窗中 哪里好贴得死人的窟窿 三戒道 真打死了 就挠起来 口里不住的叙叙叨叨 狐孙长 猴子短 都转马 与沙僧八戒 至死人前 见那雪淋淋的 倒卧山坡之下 这长老 甚不忍见 记招八戒 快使钉卡 住个坑子来了 我与他念念卷倒头经 他要念经这个超度他 八戒道 师父坐视了人员 行者打杀人 还该叫他去烧买 怎么叫老猪做土工 行者被师傅骂倒了 喝着八戒道 破烂 憨惑 趁早去埋 吃了些就是一混 呆子慌了 往山坡下 柱有三尺针 下面是 十脚十根 扛住铁爬 呆子丢了爬 便把嘴拱 拱到软处 一嘴有二尺五 两嘴有五尺身 把两个嘴埋了 盘作一个坟堆 真当教道 取香烛来 带我捣住 好念经 行者挪着嘴道 好不知去 这半山之中 前不拔村 后不拔店 拿讨相如 就有钱 也无处去买 三藏狠狠地道 猴头过去 等我搓土坟 相祷告 这三藏 离安 背野种 圣羹 善念 祝荒坟 这讲这几个人 全都是不对劲的 很多都非常的蹊跷 他还要买糕药 贴脑袋的窟窿 然后说猪八戒就不肯听话 就去挖这个坑 南外孙悟空去荒郊野店 给他取相逐 从师父到徒弟 这几个人 这个状态 全是不对劲的 全是乱的 然后唐僧就说 拜为好汉 听到原因 念我弟子东土唐人 奉太宗皇帝一旨 上西方囚经取文 是来此地 逢耳多人 不知是何府何州何县 都在此山内 结党成群 我以好话 哀告殷勤 而等不听 反善声称 却遭行者 棍下伤身 切念 尸还暴露 五随掩土 盘坟 折青竹 为香竹 无光影有心情 取完时做诗时 无滋味有真诚 有成真 一道 曾罗殿下 兴辞 岛树寻根 他姓孙 我姓臣 各居易姓 冤有头 债有主 切莫告我取经人 他这个本来是杜亡灵 结果呢 他根本就不是用这个经来杜亡灵 他说的全是他自己的私心 全是他自己的那个俗事 这就是说 这就是人心 说他 不顾这个行者 走了回头路 他 他姑息这个 曹后 反而呢 要对这个吴行呢 来告别孙大帅 也就是说 唐僧现在 这个状态 就是一个 执心 忘义的 一个 神昏 失去本性的光明 你一个 一个杜亡灵 他讲的是生命的本质 你这一堆的话 他讲的全是俗人的俗念 就是处处是错的 每一步他全是错的 这就讲说 你离开了本性 执着于这个人心 那就是一错白错 一假白假 说什么全是错的 八戒笑道 师父推了干净 他哪知 也没有我们两个 三藏真有戳土祷告 好汉告状 只告行者 也不甘八戒杀僧之事 就通过这个 唐僧这个 这个过程 本来要杜王维 但是他说了这么一番的 这个人心的是非的话 这展示的就是人的心意 就是 人的后天意识心 是以自我为出发 以这个利益为转移 他不看全局 也不看真相 好像他要度人是做一件好事 可是呢 他说的都是废话 都是人心的话 都不讲的是 真正度王维的内容 他一点都没有 所以他表面做了一个好事 其实呢 他的神是昏的 是善恶不分的 而且无情无义 实际上他又做了一件是错事 好像做了一件善事 他要度人家 结果呢 实际上他 他又是错了 大圣文言 忍不住笑道 师父 你老人家 忒没情意 为你取经 我费了多少 殷勤劳苦 如今打死这两个毛贼 你道 叫他去告老孙 随时我动手打 却也只是为你 你不往西天取经 我不与你做徒弟 怎么会来这里 会打杀人 索性等我 助他一助 这个讲的就是 人心一起 这个五星就错乱 这个 这师徒几个人 全是乱的 全是错的 然后这个 宋悟空呢 就说 你这个师父 怎么就不看 内在 怎么不看这个根本 只看一个表现 他就讲这个人心 人心看不到能量 人心看不到真相 其实他 他的一番话 就在批判人心 然后他就 这个 宋悟空就说了一套 说 遭温的强盗 你听着 我被你前七 七八棍 后七八棍 打得我不疼不痒 触恼了性子 一插二入将你打死了 进你到哪里 告我去 我老孙 实是不怕 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宋悟空也动了人心 他想说 我去拿死你了 但是你先打我的 我只不过还了一块手啊 这就是计较的人心 然后就说 天上地下 他谁的文法 所以你随便告啊 三藏 剑说出这般恶话 却又心惊道 徒弟啊 我这 导注 是叫你 体好生之德 为善良之人 你怎么就认起真来了 行者道 师父 这不是好耍着的够的 且和你赶早 寻速去 骂长老 只得怀称上马 这个唐僧呢 本来要度人 结果他 说的根本就是一些 乱七八糟的人的是非的 那些话 这个说 纵空说 这可不是玩的 你这是说让这个 让这个 贼 去告我 你这个不是儿戏 因为对原神来说 他一个信息就是一个事实 所以唐僧 你这是人心 人心在 发泄你的私分 但是你这个私分呢 你对着无形发了 他就会影响到宋公 他本来就是虚的 这个虚的信息 对他来说就是真的 所以这个 你这个师父 可不敢这么胡说 所以呢 宋公就大来了一通 说这个 什么二十八星宿也拒我 玉帝也认得我 天王也随着我 他就讲了一大动 实际上 他就是在 把这个 唐僧这些话 把他给转化 把他这些话 把他给 给他就是 就是 把他压住 不然的话 这就 就会有麻烦了 这唐僧呢 还说 叫人家有好生之德 其实呢 他说的 一大顿的全是婚话 根本就没有 没有说他应该说呢 所以呢 这个 反过来呢 又把这个 宋公 本来这个神就狂 这又给惹了 那就更狂了 也就是说 这个神狂 这个 妄议 这个狂 这个唐僧呢 他是一个主要的 开始的时候 先是他狂起来的 他狂起来的话 这几个就 就都狂了 当这个事情 已经发展到了 这个 很快的这种地步了 唐僧还会觉悟 还在用这个 给这个贼这个 超度 用这个事 来进一步的 惹这个 宋公 所以呢 后边的 麻烦 就更大了 五 投了贼窝 人心妄议修道 就是众贼换寇而倒霉 毕竟 毕竟会挫走 作恶之门 第五 投了贼窝 孙大圣有不慕之心 八戒杀僧已有嫉妒之意 师徒 师徒都面试背飞 一大路向西走 互见路北下 有一座庄园 这讲的说 这个五行 这师徒之间 不同心不同德 都在那耍脾气 在那闹义气 都在那处于一种 昏溃的 一种 一种猖狂的一种状态 所以整个 整个这几个人都不对劲 这讲的就是五行 这个五行就乱套了 所以他们投诉 找的这个人家 这就是比喻 说正好就是他们 结他们那个贼 正好就是贼的家 这就讲的说 如果你用人心修道的话 就是种贼 而媚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人心 就是贼 你这个用人心 来修道的话 你住的这个 投诉的这个家 你投诉的这个地方 就是个贼窝 所以他一定就会 走错 走错了门 一定就走到贼窝里了 这时候呢 这个老者见了他们就觉得是个妖精 这个三藏就说 师师主 师主窃窝恐惧 我徒弟生的是这等 相貌不是妖精 老者道 爷爷呀 一个夜叉 一个马面 一个雷公 行者闻声 历声高叫道 雷公是我孙子 夜叉是我重孙 马面是我玄孙子 那老者听了 魂飞魄散 面容失色 只要进去 这讲的话 就是 这一部描写 宋空这种 神狂 就是这个 人的 后天的 心意 直了这个 忘心忘意 人的 人的神 就定不住了 这个神就乱 一听他说这个话 这人就 就就就像快疯了一样 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后天的忘意 取人的神 定不住 定不住神 然后就进去了 就聊天 聊天就说 说你家有什么人呢 说那 我有一个 那老太太 领着个小男孩 这是我孙子 我还有个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不打样 说怎么样了 那是专生恶念 不务本等 专号打家截道 杀人放火 相交的 都是些 狐群狗党 自五日之前 出去 至今未魂 未回 三藏门说 不敢人传 心中暗想到 或者 悟空打杀的 就是他也 这个 长老 深思不安 现身到 说这个啊 善哉善哉 就是 唐僧就说 说你如此 贤父母 何生 恶逆儿 这个宋宫就说 老官 是这等 不良不消 奸到 淫邪之子 连累父母 要他何用 等我替你 寻他来打杀了吧 老者等 我代要送了他 奈何再无 一次人丁 纵使不财 一定还要 留他 与老汉 沿途 这讲的说 这个 孙悟空 这就是 直着一个人心 说你说你儿子 是个坏人 好 那坏人就该杀 我就把他杀了吧 这讲的就是 直着一个 后天的概念 这个神就是 昏的 就是乱的 这个 这个贼 他该 该怎么样 老天自有安排 说这句话 他毕竟是 是他儿子 所以说这种话 就是 就是不 不稳妥 就是很 就是很 很不得的 这老头呢 说是要把这个 虽然他是个恶的 但是呢 我还指着他给我 养老送终呢 啊 这讲的就是说 猪这个啊 这个行者说的 这个 除恶 这个老汉说的 刘恶 啊 讲的都是 人的后天的 执着于后天的这个 心意 这个后天的心意 一动的话 神就不守舍 啊 就会 神狂 神不定 啊 所以你看 听这话 简直太没道理了 是吧 如果 如果你从这个 正常的逻辑 来判断 为什么这些人 说话都怎么都这么 不对劲呢 他这就在比喻说 你修道的时候 如果你用人心的话 你往往就脱离 当下的真实 啊 当下磁场是什么 将要发生什么 啊 应该怎么样 总是踩不对点 啊 说不对话 办不对事 啊 这讲的说 有心 就会妨碍这个 修道 啊 这个心功放下 你和这个 当下这个能量 啊 你就不能够 融合 啊 讲的是这个 六 赶走金宫 唐僧是法身 行者是道心 没有道心主持 被后天意识心 左右了法身 就是法身的 杀身大火 人心一酌 道心急去 第六 赶走金宫 啊 据说 他们住下来以后 到晚上这个贼回来了 啊 发现了 啊 就 就在他们家里 啊 啊 那个贼就说 兄弟们 造化造化 冤家在我家里 啊 就说 他们要吃老饭 啊 都硬着把他们杀掉 啊 啊 那老儿听了此言 悄悄地走到后园 叫起唐僧 刘僧四中道 纳斯 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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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得如等在此 异欲涂害 我老卓念你远来 不忍伤害 快早收拾行李 我送你往后门出去吧 三藏经说 战战兢兢地靠谢了老者 即换了八戒 千马 沙僧丹丹 行李拿了九环 啊 行者拿了九环西杖 老者开后门放他去了 依旧悄然的 来前睡下 却说那斯文魔快乐 刀枪吃饱了 饭食 十四五 五更天气 一起来到园中看出 却不见了 一个个如飞四溅 只赶到东方日出 才望见唐僧 那长老忽听了喊声 回头光看 后边有二三十人 枪刀猝猝而来 便到徒弟啊 贼兵追至 神生奈何 行者道 放心放心 老孙了他去来 三长 三长勒马道 悟空切莫伤人 只下退他便吧 行者 拿肯听信 急气 轻棒 挥手相迎道 列位哪里去 重贼骂道 凸 突四无礼 还我大王的命来 那师们 圈着阵 把行者围在中间 举枪 举枪刀乱砍 乱树 这大圣把金箍棒晃一晃 挽来出 把那伙贼 打得心 心落云塞 躺着的旧子 挽着的旧王 招的骨折 擦的皮伤 乖些的 跑脱几个 吃些的都见年王 就讲这个金箍棒 这个威力 就往这这么一祸 那些上来打的 就都撞死了 就个个都 其实还不是孙悟空打的 就是他们来打 孙悟空就在那 那处着 他们就都死了 就讲这个 讲这个先天一气的 这个厉害 这然后呢 孙悟空就更过分了 三藏在马上 见打倒许多人 慌了 放马奔西 猪八戒与沙灯 紧随而去 然后呢 金箍就问那个 不死带伤的贼人 哪个是呢 杨老儿的儿童 那贼横横地告道 爷爷 那穿黄的事 行着上前 夺够刀来 把个穿黄的阁下头来 雪林林提在手中 收了铁棒 拽开云雾 赶到唐僧面前 提着头道 师父 这是杨老儿的逆子 被老孙 取将手机来演 就是说 本来是 宋空的棒 往这一晃 那些打上来的人 撞上就都死了 其实他没杀一个人 这个本来这个是 这个养老的这个儿子 其实是已经自己撞死的 但是呢 居然这个孙空呢 把这个死人的头 隔下来 拿给那个唐僧看 这个就讲 执着这个 后天的 执着人心妄意 他就脱离能量 脱离能量以后 人的这神就是昏的 这个神就是疯的 神就是狂的 所以呢 这就是 宋空的一个狂的 一个举动 这个黄色 比喻就是土 这个土呢 比喻就是义 说一个人的神 昏了 慌了 是这个义 不定 所以呢 说把这个黄色 给取下来 讲的就是 用这个义 来定 但是呢 就是说 有心 定义 那个义 那个义还在 所以你 植着一个心 你想让这个心 你消停下来 想让他这个冷静下来 你虽然这么想 但是你依然就是 放荡 就是你这个 这个人心 忘义 你只要用他 你哪怕是让他 来定你这个心意 他还是一种放纵 因此这个神 还是这个 还是昏的 还是疯的 这个神就疯了 是的 做这种事情 然后呢 就把这个 唐僧就给气急了 然后这个 这个 就把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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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八戒就把这个 这贼的头给 给埋起来 唐僧就 就开始这个 念这个 紧箍咒 把个行者 勒得面红耳赤 眼仗头昏 在地下打滚 只叫默念默念 那长老 念有十余遍 还不住口 行者翻跟斗 竖倾平 疼痛难尽 这讲的说 宋空是有问题 这个神 这个 这个 这个神是 狂的 这个狂心 定不住这个妄议 但是呢 这个长老 念这个 锦箍咒 念了就恨不得把这个 宋空被整死 所以他犯的臭 和宋空是一样的 都是一种狂 一种疯狂的状态 就这个神是疯了 所以宋空疯了 这师父也疯了 师父是念锦箍咒 疯了的念 这个徒弟是不分分寸 在这做这些过分的事情 然后 三藏说 你这婆侯凶恶 太甚 不是个取经之人 昨日在山坡下 打死那两个贼头 我也怪你不仁 几晚到了老者之家 蒙他赐灾戒处 又蒙他开后门 放我等逃了信命 虽然他的儿子不消 与我无干 也不该就消他手 况又杀死多人 坏了多少生命 伤了天地多少和气 他讲 杀一个人 就是那一点灵光 那个心灵之光 那个和气 他讲的你杀这个人 你就是浪费了天地的 多少的和气 屡次劝你更无 一丝善念 要你何为 快走快走 免得又念真言 行者害怕 只叫默念默念 我去也 说声去 一路跟着云 无影无踪 就不见了 这个唐僧的这一番话 他说 因为这个老者 对我们有用 对我们 有好处 所以不管 他那个儿子再坏 跟我们也无关 所以他在想一个事 在判断一个事情的时候 这讲的就是人心的逻辑 人心是以利益为转移的 他是不管真假的 这东西对我有用 就是好的 这就是人心 所以他就是真假不分 是真的道 还是邪的东西 他就不分 这是一层意思 唐僧把宋空赶走 唐僧是法身 法身没有能量 没有天地的先天一气 这个道心 没有这个能量 被后天逆事 所左右的法身 就是法身的杀身大祸 所以这个人心 一起道心继续 讲的就是 唐僧 陷入到一个 人心妄议的一个 一个泥潭里头 他拔不出来 他从始至终 都是用人心在看事 看的全是错的 弄的这个师徒之间 这个五行 是乱七八糟的 事情做的也是错的 这个关系 这些人的状态 全是扭曲的 这讲的就是 人心一起 道心继续 你这人心一起来 真东西 就离开你了 所以他的结尾 有一句诗 叫 心有凶狂 担不熟 神无定位 道难成 那么这两句 这两句诗 就整个盖过这一集 讲了 从唐僧 道难成 他们的这个 心狂意乱 这个神 没有定位 这个 丹也没有 道也没有 丹就是道 所以就不行 就是人这个神 溢乱了以后 这个神就凝不住 就定不住 这个丹就是这个神的能量 所形成的 也就是道 修道 修的就是这个 神灵 这个天地和人的神 合一的这个 道心 这个就是灾 这个就是道 人的 这个 这个后天的这个 人心和这个 妄议 一起的话 人这个神 就乱套了 五行也就乱套了 所以这个 讲的就是说 有心 当你修道的时候 一定要无心 如果你有心 处处都是假的 和这个真道 和这个真实的能量 根本就是隔阂不入的 这集呢 讲的就是 有心之假 之害 和这个真心 很高兴 我们下午 下午 那 后面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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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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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